本地科研团队从骨痛热症的患者血液中找到两种生物标志 可以在染病初期判断是否面对重症的风险 团队指出只要通过新的检测方式 医生就能够在10到15分钟内做出诊断 记者图建强报道 由南洋理工大学和国家传染病中心组成的科研团队指出 医生目前通过骨痛热症患者的症状 如腹痛 呕吐和轻微出血等 来判断会不会转成重症 但准确率不到20% 经过团队的研究 他们在患者的血液中发现基因二蛋白 以及可溶性尿基酶型鲜溶酶原基活物受体 这两种生物标志物能诊断患者在染病初期时 出现重症的风险 准确率达到55%到60% 那如果有这个测试的话 而且可以证明说可以早期就验出来 会不会得到重症的话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减轻医疗上面的负担 因为这些大部分的病患就不需要每天去复诊 不需要每天去验血 目前市场上已有检测仪 可以分别检测这两种成分 主要用来诊断心脏衰竭 团队有意将它整合成单一的检测仪 用来检测骨痛热症患者出现重症的风险 研究团队接下来会进一步完善各种细节 并放眼在未来五年内推出这个检测方式 协助医院诊所和患者应对骨痛热症所带来的威胁 新传媒新闻记者图建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